好,那我們最後來看一下簡報26月 各位老師,這個早上那一班沒講到 你們班 我們進度比較順暢 再跟老師介紹一下 在這邊是 我們的浩雪 他最近在推出的免費的一個課程 也是一個雲端服務 那他主要是幫助大家做什麼 YouTube影片的標記重點 還有測驗 那他現在呢 也有跟我們的 好,那你看一下 在這邊他就是針對YouTube 標記重點 還有進行測驗 那他跟我們剛剛用OneNote差別在哪裡 OneNote是比較單純的 這裡可以做更完整 更完整 只是呢 他目前主要就是針對 影片為主而已 他就沒有像OneNote有那麼多的 所謂的教材的類型 這樣老師知道了嗎 好,所以 你看喔 我們在這邊 這裡 我把這 這個 文章我把它打開 你看像這樣進來 那他本身呢 他的畫面大概是像這樣子 你可以來這邊去 指派作業就可以指派到歐海雲端教室 那你可以在這裡面你看 幫你的 影片 標注重點 然後呢 幫你的影片 設定 設定題目 那我們影片播放的時候 右手邊就會怎麼樣 跟著一起動 我也可以直接點他 所以剛剛一進來 我們左手邊這位體育老師 他說 那體育課 我就跟他講 體育課可以用這個 是因為 我們在 有時候 比如說 像 我們在講解 一些經典比賽 那這個時候 我們是不是上面會有很多 精彩的畫面 你是不是可以在這邊註記 你就不用邊看邊找 我就記得以前 好像第幾分第秒 有一個很精彩的 三分線 投籃 或什麼 我就在這邊標注就好了 這樣是不是 我下次 我就可以很輕鬆找到那個經典畫面 或者那個精彩的犯規鏡頭 我就可以從這邊找到 那當然在這裡 甚至他可以做到什麼 你可以允許同學是只能有一次回答的機會 還是能可以多次的回答 我們在這邊都可以做 那同學呢 也可以針對這段影片 直接自己做筆記 重點是老師可以看到 老師可以看到 所以 我在這邊 我就進到那個PACE 這個 雲端服務給大家看一下 PACE 在這邊 有沒有 點進來 他的畫面大概是長這樣子 那我就直接用Google登錄 好 所以 這個部分 老師呢 都可以使用 好 你看進來 你有沒有感覺 這個東西 跟我們 歐哈雲端教室 這裡有點像 是不是都一樣 你進來了之後 這個就是你的教室啦 你可以選擇我要進哪一間教室 你就可以看到你有指定到這間教室的教材 那這個部分 是看 班級的 好那我今天呢 想要看什麼 想要看我的教材 我從右手邊這裡 這是班群 就是你現在看到 有沒有我的教材 點進來 你看 教材在這邊 你可以新增一段影片 你就把你的網址放進來就好了 這一樣 我找到這個 假設 我把這一段 複製起來 就放到這邊 貼上 我就多了一個教材 有沒有 那 你就來這邊 看你是要 這裡有 小中大 有沒有 小大 就是 影片 我這樣比較大 甚至可以全螢幕 對不對 就是 完整的撐開 這樣上面是不是都看到了 這裡 如果小一點 他就是用 比較小的字 OK 那 你的標題 要不要改一下 然後呢 我如果 在這裡 好 我們看一下 你先看 我們再繼續往下 假設到這邊 我在這個時間點 現在是1分19秒 我覺得這裡 有一個精彩的畫面 我就點一下 有個筆記囉 有沒有 那你上面這裡還是看到什麼 是不是這種編輯器 所以你還是可以很 很方便的 那如果時間點差一點點 是不是開始跟結束時間 你可以自己訂一下 好 你看這邊 這個 1折 筆記 好的 儲存 這裡是不是就有了 那我如果到這裡 好我們在這邊要學生護品我就增加一個題目囉 你看右手邊增加一個 他一樣 有分兩種 你有沒有感覺 看來看去都跟OHA很像 我來這裡 想要問同學問題 我就來這邊 看看問答題或選擇題 好那你告訴他 這個是 學生護品 好那我選項 A B C是什麼 假設我就很單純就A B C A B C 這樣 C 那你告訴他我有幾個題目 幾個選項 正確答案是誰 好 儲存 這樣 就有了 對不對 那麼 現在呢 如果好了 我們 在右上角 你是一次做打或多次做打 你可以自己決定 那我現在 這個教材 我要指派囉 指派給誰 給我們 假設你剛剛那個教室有沒有 我就 找到這邊 有沒有看到 好 我可以指定給我們剛剛的教室了 那如果你有截止時間 你也可以自己指定 好那假設我沒有 這樣就好了 所以呢 現在 我們在歐哈雲端教室這裡 其實你在這裡可以看到很多OneNote的影子 跟歐哈雲端教室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剛剛在這裡 我們用的是這裡 對不對 有沒有上面有個叫PACE 他已經把你整合在裡面 你點進去 其實就會進到這裡 而且直接進到這間教室有沒有 所以我剛剛指定的教材有沒有在這邊的 點開 好 現在 誰有看誰沒看進度有沒有都看到了 這樣是不是都有了 然後呢 誰有做筆記 你看這是我們這個筆記的重點 有沒有 正確的答案 正確的答案然後他就會幫你做統計 所以 這個PACE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要做什麼 幫大家 就是把影片這種教材 做更完整的 你看 誰有看誰沒看 是不是都看得很清楚 這個 然後呢 那大家 哪個影片同學有做整理 通通可以 很輕鬆的就看到 這樣有沒有比較了解什麼叫PACE 雲端課程 所以 如果老師你需要更 功夫的這種 影片的 標註啦 問題的功能 你可以試看看 那 如果呢 老師你剛剛還在我們這個教室的 你可以試著 進來看一下 在左手邊 你當學生的時候 在左手邊 雲端課程 直接點進去 就會看到我剛剛所指定的三個教材在裡面 來我留一點點時間給大家試一下 好不好 你可以找 那個網址在這邊 PACE的網址 就是這個 來我 放大一點 這樣 好你可以 在這邊就直接找到 或者你直接從我 簡報的 26頁 它的下方 我也有放 簡報26頁下方 您就可以打開 來試看看喔 好在這邊我補充一下 剛剛老師呢 因為有些老師用iPad 螢幕沒那麼大 所以你們可能會發現 你進來的時候在這邊 看不到你的教材 對不對 你要找哪裡 是要找右上角這裡 從這個地方 有沒有我的班群跟我的教材 你點到這邊 才會 看到教材 可是呢 他剛好把新增放在下面 又被他擋住了 所以你變成 螢幕比較小 你這個要關掉 是不是才看得到新增影片 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我這邊補充一下 就是說 老師呢 剛剛有發現 這些功能不知道是什麼 你可以把這裡 大 有沒有 這樣就有中文說明 因為小的時候 他就是容納不下了 你就把它變大 或全 這樣就看得比較清楚 那 現在呢 如果你是要指定給 歐哈雲端教室的 你可以指派作業 如果老師只是單純自己上課用 你 不需要 指派給同學 你等於說我現在進來的時候 現在是不是老師的身份 對不對 現在是老師的身份嘛 允許我 因為我用華書寫字嘛 哈哈哈 如果你想要把它切換成學生的 也就是說我現在不是要編輯它 我是要 上課用 我就點一下就跳到那裏 點一下就跳到那裏 那你就用分享影片 你看我按分享影片 把它複製 好現在呢 我開一個新的 這個是學生模式 有沒有 這個是學生模式喔 那我現在 我都點到這裡 有沒有發現 我點過來 影片就自動跳到這個時間點 對不對 我點到這裡 就可以 跳題目出來 這樣可不可以跟同學在現場就做互動了 也就是說這種方式是 我既不 依賴 歐海雲端教室 也不依賴 OneNote 單純把它當作是我自己個人的影音教材 這樣是不是也可以用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 在OneNote裡面他們現在的政策就是 我希望 好用的功能可以獨立使用 也可以整合到我們的一些所謂的其他的這種平台裡面去 這樣瞭解 OK 好 那我們今天 可能時間上大概只能上到這邊 不知道老師對我們今天上的內容 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 沒有 沒有的話呢 老師記得 我們今天的 上課錄影片 放在 簡報的地頁 好 您可以從這邊去找到他 那麼 萬一 您回去之後 有問題的話 因為通常 問題總在回家後 對不對 所以 您可以在我部落格上找到我的Email 那我們也有提供售後服務 好嗎 OK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